这个男孩每天都会收到六个金鸡蛋 每个金蛋都价值20万美金 因为他家里养了一只特殊的老公鸡 不仅会说人话 甚至还神奇地生下来三枚金币 母亲看到后两眼放光 决定把这个战斗机给动起来 正当小黑准备搭鸡窝时 不料身后突然出现一只巨手 他慢慢抬头一看 没想到直接被一个十米高的巨人架到了天上 他还以为巨人想要吃掉自己 没想到巨人却把他放了下来 因为他不小心从天上的巨人国掉了下来 他现在只想回家 巨人承诺 谁能帮他回家 就会每天给他六个金蛋 小黑一听 瞬间来了精神 为了稳住这个大财主 他先把巨人带进了小镇厨房里 然后搬出来一个80斤的胡萝卜 让巨人填饱肚子 可两人还没吃上 门外就走来一个人 他赶紧用桌布把巨人盖住 原来二鸭是小镇上唯一的巨人骨手 他说自己闻到了巨人的味道 这才追了过来 好在小黑解释一番 才把他打发离开 第二天一早 小黑就偷走了家里的三枚金币 买了一块魔法面包 试图帮巨人回家 可他不知道 二鸭再次发现了一个大脚印 他品尝一下就确定 这肯定是巨人的味道 随后整个小镇的人 都开始追杀巨人的踪迹 这个男孩每天都会受到金蛋 而这些金蛋都是巨人送给他的 因为巨人不小心从天上掉了下来 小黑还想帮巨人回到天上去 没想到村子唯一的巨人捕手二鸭 竟从脚印中发现了巨人的存在 小黑知道后 就带着巨人试图逃跑 可巨人实在太大了 一不留神就撞到广告牌晕倒在地 还没等小黑叫醒他 村子里的人就追了过来 几秒钟后 他们就把巨人绑到了柴火上 想要烧死他 关键时刻 小黑还想拿斧头把他救下来 不料还是被二鸭发现 正当他们想处罚小黑时 母亲站出来说 小孩子不懂事 希望放过小黑 结果下一秒 三个人都被绑在了火堆上 很快 二鸭就拿火把点燃了火堆 本以为这次必死无疑 可没想到巨人竟然嚎啕大哭起来 其实他虽然看着高大 但在巨人国也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 小黑惊奇地发现 巨人流出的眼泪 就像水龙头一样 浇灭了一部分火焰 想到什么 他赶紧刺激巨人说 他们都会被烤成烤乳猪 果然巨人哭得更厉害了 花花的泪水 就像不要钱一样往下流 眼看火焰被全部浇灭 小黑赶紧挣脱绳子逃了出来 其他人还在不知情地跳舞 殊不知 他们早就跑了出去 等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为时已晚 与此同时 小黑拿出买来的魔法面包种下去 想让巨人爬到天上 起初两人都不敢相信 没想到下一秒 面包真的腾空而起 直冲云霄 小男孩在地里种了一个面包 没想到下一秒 面包就拔地而起 就像不要钱一样 直冲云霄 村民看到这一幕 都被吓傻了 小男孩也吓得不停大叫 巨人见此 赶紧爬上面包树就塌下来 可面包树柔软 沉重的巨人上去就开始摇晃 更可怕的是 小黑一个不稳 就从上面摔了下来 巨人想都来不及 想伸出手接住他 不料巨人静静止摔了下去 好在巨人没有什么威胁 而小黑也刚好摔到巨人肚子上 不但没事 甚至还挽起了跳跳床 与此同时 面包树也开始倾斜 所有人都吓得四散逃跑 好巧不巧 刚好砸中了二压 村里的居民还想把他救出来 可面包树实在太重 居民根本抬不起来 眼看就他要被压死 巨人不计前嫌 抬起面包树救了他一命 这件事后 村民都对巨人有了不一样的看法 不再厌恶巨人 最后 小黑再次买了一个魔法面包 随着面包种进地里 一个新的面包树 在所有人的主目下横空而起 最后 巨人告别小黑后 慢慢爬上了树 但临走时 他对小黑家的老公鸡 施下一个魔法 从此之后 村子里的人每天 都会收到一枚金蛋 而小黑却会收到整整六枚 不出几年 小黑就成了村子里的富翁 贫穷的他 可以不再挨饿 实现了财富自由 而这一切的幸运 都是他帮助他人留下的善果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 要适当地打破固有思想 不是所有巨人都是坏人 也不是所有居民都是好人 任何时候 都要有自己的判断 当然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有一颗真诚善良的心 速速电影 带你走进不一样的电影世界